跪下 怎么 还敢动我 于为一 这些年要不是我爸妈 你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 于为一 我是采文的男朋友又怎样 反正我爸已经给你定亲了 听说对方还是个惨子 和你这个短命鬼正好相配 你就认命 你注定只能成为我们孙家的一条狗 于家的人都死光了才好 这不正是我们联手侵吞于家的好机会吗 至于唯一嘛 放心 我是她的舅舅 她只能听我的 是要我生命吗 总裁 林夏小姐今天从美国过来和您相亲 您上次没有见李小姐 老爷很深 去准备一下 调动我名下所有能使用的资金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枚红宝石拍下 那相亲的是 孰清孰重你分不清吗 是 这小姐 先生 这是我的资金 这是我的资料 实习心理咨询师 你认为我有病吗 是我有病 林先生 她一介绍我们相亲的时候 和您说过吧 我身体不是很好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 余小姐 您来送人了 林先生在那边 对不起 我出门的时候吃了药 有点不清醒 你认识她 余小姐近期一个月都在这相亲 她就只有因为生意 又把她嫁给一个残金人 所以才不停地相亲 走 去民政局 你只是要配合应付我的父母 不许跟着 不许公开我们的关系 不许干涉我的私心 好 我知道了 我手机给我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跟助理 我下午还有车 你自己帮我去 师傅 你一定要嫁给盛总吗 好 现在刚刚开始 好 现在刚刚开始 师傅 你一定要嫁给盛总吗 盛家现在是荣成四大家族之首 我要为我爸妈复仇 就必须借助她的皮肤 搬倒孙家 就是说 她被她父亲圈进在荣城 是因为害了不少人命 你招惹上她 真的太危险了 最危险 也安全 可你体内的毒 再不去治疗 就真的来不及了 就算死 只要让害死我爸妈们都下地病 因为业司大厨 你也弄了赶紧把你再去消息 不正规整天 上班吧 对不起 这些年来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是你们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 孙家 顾家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少爷让我交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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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有点着聊 不要紧 这是老夫人 少爷出生之后 大小爷就去世了 后来孤爷另去 少爷给老夫人赶紧身后 所以就责了母亲 少夫人 您先休息 少爷晚点就回来 圣哥 你找到了那个肯和你结婚的人了吗 自从你缴婚了你父亲的好事 在这里整整金服了五年 再不结婚 我真怕你走不出这荣城了 找到了 能让圣哥心意的女孩子 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吧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起来 并住 能早死 爸 妈 我会努力取得盛世的信任 借助他将那些人一一斩除 为你们报仇 我给你炖了一点鸡汤 你做的 我想着你刚喝了酒 所以就炖了一点清淡的汤 这么照顾 是打什么主意 谢谢你和我结婚 怎么了 眼睛鼻子嘴巴都挤在一块 丑不兮兮 你睡沙发 别愁睡觉 睡沙发倒也比孙家的地板暖和多了 你死哪儿去了 这么久才接电话 姐姐 我刚吃完药 我的论文被查出抄袭了 这文章是你写的 你要是真敢抄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没有抄袭 你可以去申请复查 应该是机器审核出错了 好 如果复查结果出来还是抄袭的话 我就送你去见你短命大妈 人家人经常对你大呼小叫 使唤你 还好 我会找人改了她的论文 很快如成大学就会取消她的毕业证 你不准帮她修改 更不能帮她澄清 记住 你是我的妻子 就没有人能对你一指气势 你是我的妻子 就没有人能对你一指气势 嗯 赶快收拾一下 我带你去玩三件 三件 可我们不是协议结婚吗 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 但是可否夫妻 我会给你妻子 所以应该有的一切 如果有人欺负你 我也不懂 你真不会保护我吗 你自己说你能活到三十块 人家结婚没几个月 不用房间 你放心 我们也好好照顾好自己 一定能力活到三十块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要是死了 我还得重新找个结婚的对象 麻烦的 没关系 我最贵的老师 很适合你 很适合你的 计划戒指是今年的最新款 国际大师以往的最新设计 还没有对外收卖 要是出差结果还是抄袭 我一定拔了他 这么快我哥没有跟玉为一 这个小姐也在一起 没想到他心里都那么坏 是叶鞋鞋鞋鞋 做我的嫂子 嗯 玉为一 玉为一 他戒指是非麦皮 非麦皮 你给他试戴 我可是唐通的孙家大小姐 你认为我会买个新一枚戒指吗 连孙小姐都不认识 你们屁白是不想干了吗 连孙小姐都不认识 你们屁白是不想干了吗 不好意思孙小姐 才是新来的不懂规矩 您别生气 我这就比你拿最新款 可是这枚戒指是这位女士先看上的 你懂不懂荣誠的规矩 孙小姐看上的东西 其实别人敢买的 通知夏娴 我设计了所有珠王 不准备给孙小姐去 骚扰男朋友 顾北辰的卡 威一 北辰毕竟是你的前男友 他给我买钻戒 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算你知道好歹 余威一 给我的论文 你也敢背后搞鬼 现在立马给我跪下道歉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了没 听见了没 不好意思孙小姐 我刚接到总部的通知 一晚的设计师说 你 不配够买这笔戒指 我刚接到总部的通知 一晚的设计师说 你 不配够买这笔戒指 验选满珠宝是给他面子 他还不乐意上了 就仗着他在国际上那点名气 不这么对客吗 别说了 那先不给我丢个人吗 郭总 姐姐 从宣卖财女到持乳柱上的抄袭者 这还只是个开始 太太您看 我不需要这枚戒指 写好了吗 这一只挺好的 就他了 上卡 你去 上 上走 你被死吞 从今天起 你是这家店的这里 走 你后出门给你配两个保镖 今天珠宝店这种事情 我不希望再发生 他就是在维护我 喜欢 丑蒙丑蒙 我有一个病人 我得去一趟咨询室 什么病人让你这么着急过去 什么病人让你这么着急过去 是一个老爷爷 他有自毁心上 一直在接受我的治疗 好吧 送你过去 他也没有陈文中那么冷写不起 走啊 你不着急了 啊 走 谢谢你 余大夫 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孙叶雪的论文复查结果出来了 还是抄袭 学院老师将她看成难得一遇的天才 没想到 联络文都是少了 来告诉审核机构 她怎么敢的 姐姐 拿走咖啡馆 我们见面谈吧 鱼卫一 那篇论文就是抄袭的 你写了一篇垃圾去发表 还让我深情复查 鱼卫一 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让我出丑 鱼卫一 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让我出丑 动物的人 每只手动物 对你 放开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过来谈生意 鱼卫一 她是谁 我是她男人 鱼卫一 你不知道自己已经和王少订婚了吗 还敢在外面包养小白脸 姐姐 她不是 长得嘛 比顾北辰帅点 倒是有几分之色 小白脸 你跟着鱼卫一也没什么前途 不如你跟了我吧 敬你 赖他们想吃天鹅肉 竟敢骂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孙家的大小姐 顾家未来的少夫人 去去孙家 不能让孙爷雪知道她是上师 我的孙家一定会警惕起来 我们说好不干涉彼此私事的 你确定 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先回去吧 我好心帮你 你去跟我划清界限 好 我不会再管你 鱼卫一 我要把你包养小白脸的事 告诉我爸 姐姐 我错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抄袭 你还敢狡辩 论文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就是抄袭 当年我就应该让我爸下毒 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小臭 我身上的毒 不就是被孙平堂收养以后才中的吗 你发表的那一篇 有一部分的内容 和我写的不一致 姐姐 你不可以仔细背底 不看不看 我又看不懂 姐姐 大学四年你都风头很慎 我怀疑是有人嫉妒你 买通机构动了手脚 也是 你比狗还挺发 量也不敢 压下阴霾最好的方式 是制造一大片光明 你参加了国际珠宝新秀比赛 如果能在比赛中获得冠军 谁还会在乎你 这路容是否抄袭啊 有道理 我帮你画稿 帮你赢得冠军 但请姐姐不要告诉舅舅 我在外边包养男人的事情 也帮我在舅舅跟前说句话 我想在外边租房处 这样上班会方便一些 那你赶紧把设计稿画好 等我赢了国际大赛的冠军 看那青银沟里老鼠 还怎么陷害我 于为一 你不会是知道爸爸 要把你嫁给残废 你不想嫁 想四季逃跑吧 我会乖乖待在龙城 算你谁这样子 好戏尊要开场吧 恭喜盛总 新婚快乐啊 盛总的芳心 怎么会被俘获呢 取个花瓶 应付父母而已 对吧盛总 来干一个 你干净 这次就是个情况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就可以 给你转弄着 不要拿盛哥的老婆开玩笑 盛哥 那颗歌血摩洛哥红宝石 起拍价出来了 一个亿 你准备了多少钱 小师啊 这条项链是盛家的 存家之宝 价值联成 以后啊 你要把这条项链 交给你 爱的人 你未来的妻子 妈 我公司最近遇到点资金问题 需要七个亿 七个亿 你能看在小师妈妈的份上 妈你再帮帮我 要不你爸记得拿去开卖了 现在准备好多少次接了 盛总 筹备五个亿了 再多筹备些 一定要排下红包市 我今天说到他说的对 莫不敢受彼此事 是我的心 少妇人 你和少爷吵架了 是我说错话了 少爷脾气不好 你多包容一些 盛叔 我听阿世说什么红包市 是怎么回事啊 当年老夫人 未帮孤业周转 拿出去当了 现在排卖行将再次排卖 少爷想把项链重新买回来 我记得这颗红包市全球只有一颗 是我家的珍宝 至少得有十个亿才能拿下来 少爷刚接受盛太集团 最近又在海外投资了几个项目 十个亿的现金 对少爷而言 历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来 唉 集团的那把老家伙们 估计又要攻击少爷了 郑叔 后天是阿世的生日对吧 我想给他庆山 他有什么喜欢的吗 魏婆 我一定会拿不下链 老夫人走后这十年 少爷也没有再轻身 如果你愿意帮助少爷轻身 少爷应该会高兴的 走 去民政局 记住 你是我的妻子 就没有人能对你一指气势 动我的人 每只手动 这个就废了 温老 我想请你帮个忙 小姐来了 这边急 嗯 还不错 你也就这点六处 能帮到姐姐是我的荣幸 也不知道盛太最近怎么回事 一直找我们损失珠宝店的麻烦 事实工人出手了 舅舅 舅妈 我很感激二位这些年的养育针 但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也该经历多生了 我想搬出去 早晚就是要嫁出去 赶紧让他滚吧 冰洋洋 看着他会气 出去吃吃骨也好 这样对比 才知道我们给他选的婆家 有多好 这什么不一样 我和你做妈 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 你以后 可要好好报答我们 这么好 你怎么不把你亲女儿嫁过去 我知道了 先走 孙嫂 再送我到这儿吧 万事小心 当年要不是老爷夫人相救 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小小姐 你放心 一切有我 书然 少爷从盘盘会回来一起 就很不好 您今晚回来 千万躲着点他 是时候给他送饭大礼了 这么冷的天 你穿这么少 你不怕走死 我还怕刚结婚 就变成了官夫 你这么毒舌 一定没朋友吧 应该比你多吧 这是我咨询是一名病人 给我的感谢礼 我借花献福 送给你 病人 男病人女病人 男的 你现在是我老婆 离那些男人远一点 是一位老人家 快上楼冲个热水澡了 别感冒了 好 希望这个礼物 你会喜欢 少爷 这不是 没错 是我祖母的郭博士 你不是没有盼下来的 是一位一给我的 我想给他青山 他有什么喜欢的吗 少爷 对少夫人万有一些 可别辜负了少夫人 对你的喜欢 他喜欢我 对少夫人万有一些 可别辜负了少夫人 对你的喜欢 他喜欢我 是啊 少夫人知道你心情不好 就想要陪着你 还送你这颗宝石 这不是喜欢是什么 可我跟他 刚认识没多久 少夫人一定暗恋你 难怪还要说为你庆生 还说生日当天 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你知道的太多 帮我去联系一望 我想让他出手 帮我修复这条红宝石项链 是 他喜欢我 我有什么好值得他喜欢 盛世 祝你生日快乐 平安健康 我没有拿得出手的礼物 只好折些小东西送给你 虽然有些幼稚 你可能不会喜欢 但我的祝福是真心的 自己在此家受尽虐待 居然很有心思 给别人送祝福 珠宝大赛的出赛结果出来了 我竟然和那个林夏并列第一 以前我可是次次都是第一的 竟然被别人给赶上来了 你这个冰鸭子 是不是没尽力 姐姐 我怎么可能没尽力 只是我一个学心理学的 实在是能力有限 那你就赶快想办法 让我在第二轮的设计稿中获胜 我要是得不到冠军 你就别想活了 姐姐 你可以拍一条去仓库 取缘钻的视频 在视频中 可以提到舅舅的矿山 公司的钻石加工厂 结合设计 提出女人就像钻石一样 只有精力打磨 才能发光发亮 这个主意好啊 你说你 你怎么不早说 你要是早说的话 我还用骂你吗 真是又蠢又钱骂 夏夏 孙叶雪很快就会去仓库取缘钻了 你派人跟着他 拿到缘钻的药本 立刻送去检院 孙平堂 我亲爱的舅舅 你的末日就要来了 赫老师 我老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我可以接新的病来了 你来我这实习以后啊 已经治好了几个 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 嗯 你看你要不要休息了 实习 不用 我想多挣点钱 成功到手 唯一 睡叶雪是不是你表姐呀 是啊 怎么了 网上报复了她在设计大赛上 抄袭衣袜的作品 证据确凿 林夏说要为师傅衣袜维权 我姐姐应该不是这样的 那好吧 小小姐 书平堂住你去找你了 你现在能来请我下班吗 玉莉 你个贱户 竟敢用抄袭 女士 我是余维一的舅舅 我们有些事情想找他谈一谈 何老师 放心 我有事的 叶雪说她参加比赛的项链是你画的 你是不是为了走捷径 抄袭了以往 舅舅 姐姐是荣城大学设计院的杰出人才 是圈内工院的主宝设计师 我怎么可能帮几张画稿呀 你放屁于文艺 这张画稿分明就是你给我的 我手机里还有你发出我的照片呢 你以前给我的作品都是先派一份画稿给我的 这次为什么没有 好啊你 你是不是一早就开始算赐好我了 你是不是一早就开始算赐好我了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我也无话可说 请你们出去 于文艺 你以为你是谁 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抄袭这个事情你必须去澄清 承认你调换了叶雪的设计稿 故意陷害他 我是不会去澄清的 我警告你 你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办法和我作对 不要和我们翻脸 要不然以后吃苦 可不要怪我这个当舅舅的了 我看谁敢让他吃苦收藏 就是你这个扫白脸 爸 于文艺不仅陷害我 还包养扫白脸 住嘴 这可是盛太集团的盛总 盛总 你怎么在这呢 他是那个荣臣第一太子爷 善事 怎么可能 那这是个大理 盛总 您和我侄女的关系是 孙平总 别动了 知道 是你自己为了你这事 还是我找人帮 孙平总 这样不太好吧 以我们孙家和顾家的关系 你不怕同事得罪我们两家吗 为我真不好 等等 我自己来 原来得罪了他 真的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如果让他知道我一直在算起他 他又会怎么对我呢 于文艺 你这个白眼的 我爸养了你十年 你那个情报不求 我会好好报答孙家这十年的养育之心的 盛总 今天算我有眼无助 我都已经道歉了 放过我们孙家一妈吧 滚吧 下方 你是我的人 以后要是有人再想打你 你就打回去了 那如果对方是我得罪不起的人呢 那就用我来得罪 于文艺这个贱人 竟然不声不响跟盛世勾搭上了 于文艺是不是知道当年你害死了的父母 想报复我 不可能 当年的事情他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盛世这个人虽然残暴 但是他说话算数 他不会对我们孙家出手了 至于夜雪吗 我会让公司公关部出个道歉声明的 那夜雪的名声不是毁的 那顾家毁魂怎么办 只要我手上 有他们参与杀害于氏夫妻的证据 他们就不敢毁魂 你在跟谁聊天 朋友 那是合理解造成 你在这 没什么 只是在聊一些女孩子之间的话题 接到消费者举报 孙氏珠宝公司涉嫌贩卖 对人体有危害的辐射珠宝 孙氏企业负责人孙平堂 已被检察官 舅舅 孙家的毁灭 今天才时刻开始 一晚那个什么时候开始欺负小梁 已经别过去了 我先上楼了 少爷 你是不是担心有人欺负少府 我担心他 我是不想他给我丢人 如果他先向我告白的话 我可以把男粉婚姻协议书销毁 然后跟他一直相处下去 现在孙氏的投资商呢 还在观望是否设资 看来还是要让孙氏最大的投资商 设资才可以 藏什么呢 没藏什么呀 真的没什么 藏什么呢 没藏什么呀 是让他发现我是一晚就糟了 圣叔说即使是夫妻之间 也会有各自的小秘密 要尊重自己的老婆 喂 明晚我老公要在红梅山庄 举办宴会 全市的权贵都会来参加 你也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脉 机会来了 好 妹妹 我来给你介绍 这位是赵诚先生 有名的珠宝投资商 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赵先生 好巧 是啊 余小姐 你们认识 赵先生是我舅舅公司的大股东 也去过几次舅舅家 难怪 说起你舅舅 李小姐 李可是孙总的亲爱上女儿 这次你舅舅的公司 出这么大的事 你知道什么吗 听我舅妈说 最近很多投资方都撤资了 她说要稳定好资方 要对外宣传辐射珠宝是假的 舅舅是被人冤枉的 那些珠宝 到底有没有辐射 咱们是来参加宴会的 今天不谈东西 我真是找了八倍的血媒 投资珠宝行业 千挑万选 碰上这么个东西 舅舅 迎接你们的毁灭吧 什么 夜宣的撐赛作品是你挂的 你不宜抄袭陷害夜宣 但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拿到伊瓦的 未公开的作品 你和伊瓦到底什么关系 封开 静 你可以报复我 但你为什么要伤害夜宣 她是你的姐姐 你的嫉妒心未免也太强了 就算你把夜宣拉下水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想多了 不然你为什么要报复夜宣 不就是是我当初选择了她 只要你现在乖乖的服个手 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从你出轨和孙夜宣在一起的时候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不可回收的垃圾 就是少爷 这是我老公举办的晚宴 你在这里发疯不好吧 赫老师 我只是在和唯一训绩 就也训完了 我找我的学生有事 顾少爷且自便吧 咱们走 我心里在这休息会 好 儿子 你快去休息区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姑娘 你要是追不上她呀 就打断你的腿 我去 是哥老婆吗 我妈介绍的对象是她 是哥不打断我的狗腿 是哥老婆 我妈介绍的对象是她 是哥不打断我的狗腿 是哥 怎么了 你慌什么 我 我去拿酒 余维依 盛总 贺老师让我过来休息 你怎么 你老师叫贺峰 对 他是想撮合你和他儿子 你还挺强手的吗 你误会了 可能只是贺老师眼光比较独特 我这样的病人 其他人都看不上的 病人怎么 我们盛家有的事情给你治病 我不喜欢听到你妄自菲薄 以后别说了 那我以后不说了 你的外套看起来好暖和呀 小病养子 冷也不情热 只有我们氧气 在这休息吧 不许不许 有点发烧 以后 真真舒服 好久没睡这么踏实了 你怎么在这 你对我做什么 那应该是我问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啊 我不会这么即可吧 你昨天晚上一直寒冷 牵着我的手不放开 还让我抱着 冷 哎 不管我断做了什么 我们俩是刑婚 我一定会认真遵守协议 不会对你动心的 此外什么都没发生了 他怎么又生气了 少妇人 少妇人刚上班去了 走得急外套都忘胎子 少妇人又出去了 少妇人的外套 我也放到客厅里 哎呦 年纪人呐 林薇 怎么了 脑子烧毁了 这么冷的听不穿这么小 山市 嗯 你对我正好 你是我老婆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 可你对我这么好 我怕我会爱上你 好了 上班去吧 这样 你对了吗 到一刚接受集团 就遇到员工自杀 会没事的 你先去休息吧 是容成杂志吗 我有一个大新闻要爆料 甚是 我们已经在一条船上了 我一定不会看着你落难 跳楼自杀的人 确实是我们集团的员工 但他上个月 已经确诊了肺癌晚期 据我们调查 上周顾家人联系过他 给了他五十万 这些家族是看我年轻 想给我点颜色看 我们已经在尽全力压热度了 但对方好像早有准备 现在外界都在关注着 盛总 顾清平被爆出轨 生态的舆论压下去了 这个时候爆料出 查到爆料人是谁了吗 是夫人 是夫人 查到爆料人是谁了吗 是夫人 再去调查一下 于为一的资料 是 于为一 不要让我知道你骗我 总裁 这是我们找到关于少夫人的所有资料 少夫人被孙平堂收养之后 生了一场大病 根据诊疗记录 少夫人应该被私家人下了药 我怀疑少夫人嫁给您 是为了利用您 他一介绍我们相亲的时候 和您说过吧 我身体不是很好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 你嫁给我到底是谁 你嫁给我到底是谁 你嫁给我到底是什么 他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利用你 虽然你送 你为什么不说 说和不说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 如果你嫁给盛家 是为了用盛家的人脉治病 你早点说 我自然会帮你找名医 我怀疑少夫人嫁给您 是为了利用您 寻找名医治病 少夫人年纪那么小 却精力那么多 不仅被杀不杀不得出人虐待 还被吓妙 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告诉 不准还中 盛氏 对不起 我知道了 所以 你是怎么知道 顾欣平外没有女生 我有一次去酒店 给病人送药 碰巧看到他 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拍包 我 手里脑子快 就拍了照片 所以你今天就把照片给了媒体 我想多为你争取一些 处理集团危机的时间 我能平安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得到最好的 都是因为你 所以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还不算太传 还知道给我争取时间 我想尽量为你做点事 这样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 还有事 送回房间了 拿着你的枕头 以后睡床上 我 不愿意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觉得我对你做什么 不是 那你愣着此事干嘛 待头待头 快点 盖身之后 前摩兰会回荣城 你躺在这一段时间习惯一下 就不会穿帮了 原来是他借了要回来的 嗯 我会做好的 跟个小白兔死 谁都能欺贫一下 以后除了我 没有人能再借 已经交付好了 你交给盛数吧 孙氏现在 毕临破产倒闭 但孙明藤 已经被保释出来了 他很有可能调查出 我摄影家帮我 你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你也万事小心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少爷 刚才自己打电话回来 少夫人不见 嗯 立刻去查 是 孙氏 您找白兔吧 对啊 你功不可没啊 你们出去 唯一啊 舅舅没有想到 你这么没有良心 扬育了你十年之恩 你不报答我就算了 竟然利用夜学 把公司搞成这样 别良心 这谁能比得过 对着你啊 你难道忘了 爸妈是怎么死的了 你 这种是惊讶的 被我知道了 要不是闹我 不接汤 这辈子的小孩 我只是想让他们给我的公司注资 他们都不肯 他们无情在先 那就不要怪我了 所以你就找人 造成了他们 还联合外人刮分了律师 那是他们自找的 公司做得这么大 却一点都不想分给我 我妈妈帮你破产人呗 被静心想让你在一处房间 站在小哥 你却恩将仇报 孙米达 你这种垃圾 根本不配合我 后期做得到 一定会下低欲的 嗯 敢反抗 臭丫头 你是不想活了吧 如果我们不要死你了 你觉得我和你 臭丫头 敢反抗 你是不想活了吧 我一定要死你了 这种 你觉得我和你 是会死的 你绑在我不背 就是想拿我换彩礼钱 填补公司的资金送去 可是庄总 我已经带你盛世了 你猜到会不会让我把你拖出来 臭丫头 今天你把你死在这里 就算我死 我也要拉着你陪葬 盛世 盛世 你受伤吗 现在受伤的是你 你受伤 我吃了诚心 boss呢 敢动我的人 误会要上走 都是误会 我和我爱生女开玩笑的 既然你这么爱 就去跑里 我都送我进去 hini 你 不 对 我来吧 你学过医 我从小受伤了就没人管 为了活下去 所以自学了一些医术 我不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是不值得我说了算 谢谢 把玉维一给我交出来 宣家把他给我当媳妇 那他就是我的人了 王上玉维一还没回来 回来我亲自给你送上门 别弄给我花大瓶 我今天就要带人走 玉维小姐已经结婚了 骗婚骗到我王家头上来了 行 既然你们孙家不讲心意 你就别怪老婆客气了 来人 他给我带回去 叶雪叶雪 叶雪要带你 王上我求求你不要把叶雪带走 把叶雪带回来 你当年给唯一小姐喝的药 今天你也尝尝吧 叶雪家就王家是你的手笔吗 就算我当初没有醒着你 你也不能这么报复叶雪 让他嫁给一个残疾人 因为叶 真逮流的 你也不能这么报复叶雪 你也不能这么报复叶雪 让他嫁给一个残疾人 让他嫁给一个残疾人 那么喜欢他 可以去抢婚 我知道 你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我回心转意 选择你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敬意 不然你为什么会 不知羞耻地勾搭声名狼藉的盛事 你有什么资格对他披头问答 哟 你还护上他了 好 好 吴伟丑 你以为用这种方式 就能让我吃醋吗 小病央子 我来接你下班了 顾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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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对垃圾在回收的想法 顾北辰 顾北辰 我没有对垃圾在回收的想法 你那么喜欢叶雪 就去找王少 我下班了 请练吧 应该才故意利用我弄的吃醋 老公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具人吗 你要是把我当工具人 让我救我 你就怎么样 走吧 带你去吃你喜欢的小蛋糕 顺势 我们还能这样多久 我说什么 小一声 小一声 你是不是不说呢 会爱你吗 我不要 坐好 你怎么样 手法不错 你还有点用 少夫人 是经常过的 是 少爷从小就没妈妈 老爷在外受气 和他家就对少爷又打又骂 老爷现在的夫人 又处处针对少爷 医生只能说 少爷这是精神通常导致 时间久了 少爷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 今天又嫌疾伤了你 无关系的身处 我会照顾老师的 少爷娶了少夫人 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从进来就开始喝酒 怎么了 对一个女孩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该怎么补偿的 买包 买衣服 珠宝首饰 做她的提款机嘛 能不能说点靠谱 女生嘛 给她准备点惊喜嘛 这又啥 今天啊 庆祝威夷治好了温了 咱们一起庆祝庆祝 来一起喝一杯 威夷你也喝一个 我不太会喝酒 就一杯尝尝 我咋这么多好酒 来咱们干杯 不好意思 我太太不上酒磊 给她喝 不错 你来了 万一 你唯一喝多了 我先带她回去了 好 二娘 谢谢 你唯一 你唯一 我的天 你唯一 你唯一 做我的天 我的天 我 enable你 让你 很 你 你的身录 我不太 你 我 我 你 你 疯独 我 你 误了 你的情 不 essere 我 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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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总 不疑没什么答案 只是因为醉疚 就缺了一会儿痒 所以才会晕倒 给他好好调理一下身体 无论 严介了我 用你的车路 怎么可能是亲爱的 盛叔 这是孙嫂 前照过的人 给她在家里安排个住宿 好的夫人 我去给真儿安排方便 乐嫂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小姐 我听说盛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这么利用她会不会 不用担心 我有分寸的 总裁 夫人说一会儿过来给您送饭了 你跟夫人很熟吗 怎么她不想打电话跟我们说 这也不怪我呀 是夫人联系的我呀 还说 师哥 师哥 女士您找哪位 我叫曲子 我是盛世的师妹 曲小姐 现在总裁需要预约 曲小姐 我来给盛总送饭了 不是 她一个保姆凭什么劲 这是我们总裁的贵客 请曲子小姐注意分寸 我给你做个饭 趁着吃 家里有厨子 我把健康看不出来 了 别我找你亲自下注 嫂子 那你还吃不吃 是 吃 放 好 让助理收拾就行了 走 走 我带你去买衣服 女儿是不是都喜欢喝奶茶 是的 老师 老师 刚才还在 一个保姆也配来这种地方 她身上这件我要了 这件衣服这个小姐已经要定下了 您可以再看看店里其他款式 都是高升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一个保姆也配穿这件衣服 快点给我包起来 小姐这 哎呀师哥这个女人欺负我 这热热尝尝 师哥他是谁呀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你这么个师妹 师哥我跟你一样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这也算师妹的话 那阿师的师妹可太多了 师哥 你还要多少个好师妹 我哪有师妹 师妹 师哥他不过就是个保姆 怎么配穿这件衣服 你就是被他蛊惑了 你离圣宗远点 啊 这是我的太太你敢碰我 一槟 哎哎呀 你 Falls 今晚是顾佳夫妇的结婚纪念日 陪我去 好 顾清平终于问到你了 盛总 您可是从来都不带女伴的 这位是 我妻子 哦原来是盛太太呀 平时都不见盛太太出门 今天还是第一次 我身体比较弱 所以基本都待在家里 年前圈里就算盛总已婚 原来是唯一嫁给了你 顾伯伯 唯一嫁给孙总后 孙氏珠宝的扩查 被您收购 就是为了给唯一出气吗 顾总总统 就是收购了一家成本信 倒是我没注意 没想到孙明堂竟然虐待你 还企图伤害你 老狐狸 假慈悲 就算能把我养大 我就很感激了 只是没想到 他盗死的误会是我在耍孽雪 孙哥 不是一字 是他们绝对自取 难道这一切 又是小河 与一还不知道他父母的死亡真相 盛总说的对 盛总 还有他做小河里谈的 你去吧 你和顾清平谈了些什么呀 你和顾清平谈了些什么呀 你给 директор的 给予你的人太多了 做我标记 这才叫标记 可没法 那我去捕捉 找打最可遇 就送我到这吧 盛世说来接我 你被他发现了 我还以为盛世会家暴你呢 没想到 他不仅帮你摆平了孙家 还专门给你请了医生做身体调理 他人很好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他对你有意思 所以才试试站在你这边 你怎么 觊觎你的人太多了 做个标记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他站在我这边 只是因为我是他名义上的夫妻 你是不是脸红了 是不是你已经喜欢上他了 果然被我猜中了 反正你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还不如假期真做 你又不是不知道活不长 我不想他伤心 宇文一 你个天忠 我要杀了你 宇文一 你个天忠 我要杀了你 你 知道心情 在心灯 你从小web 你从小爱着 拿着 是急急動聲哥我報警了 二十 你冷靜點我沒事 你答應我不要做傻事 等輕人 小婆讓我來看看 小婆讓我來看看 不好意思 她手滑破了我看到了 她她流血了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你給她止血 我這不正在坐著嗎 她是我太太知道知道了知道了 好的阿世 你叫醫生好好看病吧 林夏果然是你 你才是盛世原本的相亲对象 林小姐不是在美国吗 我在哪儿怀你什么事 你谁呀 说 你和于薇一到底什么关系 于薇一果然有问题 医生说不能碰到伤口 睡觉的时候注意点 你之前亲我什么意思 憋了这么久才论我 你是什么字吗 我都想 给你喝 谢谢 谢谢 你在你手上呢 你 来叶芭我有事跟你说 好 医生找我有事 行行行 找什么事 于薇一出事那天 我看到林夏了 他一直跟于薇一在一起 什么意思 他们认识 于薇一在利用你 他们接近你另有目的 对 放心 我有事 师父啊 对不起 傅承宇发现我了 生从那边 本来也瞒不了多久 等我收拾了顾家 我会全部想把它拍 我会全部想把它拍 盛盛 你知道了还会要我吗 允议一再利用你 他们接近你一定有目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 他知道了 你願意 說不要讓石頭寫 我 唯一我們今天一起拍畢業照 你趕緊過來吧 好 你拚這讓我睡覺 你再給我一段時間 我會將一切都告訴你的 你干什麼 憑什麼管我我就站著 放回來 憑什麼我就站著 就憑他好看 你也不看你自己什麼分量 也敢跟我搶東西 你以為你是 你表姐那么好欺负啊 语维依你这样敢推我 我要让你毕不老爷 叔叔 他推我都问那个于维依 叔叔一定给你个交代 谁是于维依 我是 看看你干的好事赶紧道歉 是他先动的手 摄影师和同学都可以坐这 你还狡辩 九州大学既然教出 你这样品学不端的学生 你这样的学生 一定要严厉惩治 全校通报 取消学位证书 整治谁 盛总 认识这位同学 于维依是我夫人 你说谁推了你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不关于维依的事 盛总 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是我没有调查清楚 我看你不是没有调查清楚 你是仗实欺人 许助理 让他们知道 欺负盛氏夫人的后果是 你怎么这么笨 解决不了的事情不知道找我吗 放着这么好用的我你不用你是不是傻 跟你说话呢还做事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怕我会 离不开你 是你先招惹我的 小姐 姑爷一早就去上班了 她吩咐我给你熬了鸡汤 好 好 逗派 你继续帮我查一下解药的线索吧 好 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我想多陪她几年 圣哥 我刚刚又去调查了嫂子 我发现她跟伊瓦关系匪浅 说了我在 不需要你去调查 毕竟你才摆脱你父亲的掌控 我真不希望你再陷入别人的圈套 维依 你真的喜欢上圣哨了 嗯 顾清平想要镜边黄金矿山 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 一会发你 好 对了 我先给你发个好东西 你学在圣州 好了 你到了 你回来了 你朋友给你发消息 消息 难道是下校发过来的资料 啊 岂子下 正常需要能定性 国戴室一棵开 是我我沒看 我教你 這是莲子哥 機會來了 顧瑤去商場 孫芳 我們逛商場去吧 小姐師叔 你也有沒有金雕金 對 我看過還是個金雕書 你準備了5.5米的基金 你更可以拿下金雕 必為一 盛世 我們走著瞧 這次 你們是定了 小心 他們很小心 小心 爸 爸 爸 我知道您需要那座金額 但是您不知道他的投票金額 我知道了 盛太投資金額 我聽我逛商場 孫芳芸說 他們生態之中 沒有無價人益 他們生態之中 沒有無價人益 偶然你聽到呢 余芸一就是一個病的樣子 出狼嘴很正常啊 怎麼樣爸爸 盛哥 盛太太的競標金額 被余芸一給洩露給顧家了 早就跟你說過這個人的目的不純 盛總 這次我們調查到顧家 成員的命運 我太太的父母遭遇車禍 家產被孫顧兩家瓜分 聽孫嫂說 太太的身體現在之所以這樣 是因為被李方蓮嚇了毒 郭大夫 我太太想的時候中了一種毒 身子一直很弱 能配置出 讓他緩解疼痛的結藥 讓他繼續活下去 知道結藥的成縱 怎麼會有的 若是不知道 那就越難了 這樣 我先給你拍下方法 幫你調理一下生命 這個拍賣行的規格還可以啊 哼哼 不過是個模頭小子 5.61 5.71 61 61 6124 盛總 今天不好意思吧 這個金礦 是我們聽起來的 郭總何出此言 郭總 要怪就怪死人 弄了聖太的金礦將 自從 尚老太太去世 你父親求不外貌 盛家 在榮城第一的規矩 你該退下來了 七個億 謝謝 盛太的金礦將 我只是 都想不及 讓盛太守得死 我 啊 爸 你終於醒了 爸 你沒什麼 你幹的好事 都是郁為一 是他說 是大夫 向太神 準備了 無家無為一 郁為一 盛世 这个算计 会放着他们的 爸 唯一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哪能接触得到生态的亲密 一定是盛世利用了他 跟他藏到六地 在高雷的公司清了两年 这个景况 他要倒添出去 几千万的利息 都是因为你 来人 爸送去你家 爸 我叫他 我叫他 爸 那个他不是有一个 爸 我是个女儿 我大学 我能为了私情 当前顾后 盛世 我擅嬇了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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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老师 回头 回头 老师 回头 我回 昨天他怎么样 怎么会出车祸呢 他你的四季呢 毕竟他抓起来了 对方是从这边 精神病 是不是他 不就是他 一定是那个老婆丽安排的 给我盯住 许忠 虽然照是虽然是精神病 那就是没有精神病 是 上午说了 如果他说什么事 增加的一切 从夫人来指寸 对不起先生 是我害了你 你千万不能有事 我还要好多事情没有和你说呢 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如果他出了事 我会让整个国家陪教 医生 他怎么了 抢救人工 可以转到病房了 医生 他为什么还睡着呀 打了麻药 一会就醒了 如意消息 老师 你能让我说话吗 我去的医 我去教育人 我只要你好好的 还是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骗了你 我骗了你 我和林佳认识 是我让林佳不意出现在你的视线里 我也是故意出现在你的视线里 我也是故意出现在你的面前 产生交错心 我嫁给你 是为了利用你放过林佳和杜佳 谁还想问我 我是 是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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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你对我说你这话 我真的很不三十 那你说你喜欢吗 也是真的 我喜欢你 但是我骗了你 如果你是澳洲离婚 我随时 你 你有什么决定 出来 许助理 赵志司机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他是精神病患 他是精神病 不是傻子 只要是人 就需要健康 去 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关在一个不见光的封闭房间 关多久 你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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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事别人让我干的 就是你饶我吧 饶我吧 不是我 不 分开 这是精神病院送来的精控 命名发给郭清平 请他很好证据 是 没办法 让那个司机永远逼你 夫人 郭清平行动了 好 阿世纳 我也去公司了 为你吗 我是小诗的母亲 你可以跟小诗一样 教母亲就好 跟小诗结婚还习惯吗 小诗脾气可不好 这柔转生活 他要是欺负你的话 就告诉我 我阿世纳给你 谢谢婚 阿世对我很好 虽然我不是武家阿尊的远配 但作为小诗的母亲 他很敬我杯茶 不然说的是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连没茶都端不吻 我看是你手抖住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连没茶都端不吻 连没茶都端不吻 我看是你手抖吧 小诗你看看你的媳妇 连没茶都端不吻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给你做主啊 我一胆子小 我不在家 你就过来吓唬他 我可没有吓唬他 要不然他能往我身后躲 既然如此 那我先走了 不过唯一 我还是挺气愤 下次我们有空再来 生初送客 你不会按过下 今天做什么了 吃药看命 孟卫议 我根本跟你说过 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 秦布兰来找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的教讯说不要告诉你 他也沒對我幹什麼呀 以後秦木蘭再來不得補配的 聽到沒有 知道了知道了 我下次見到他一定讓我這座 官長看我們公司有個慶功宴 跟我一起去吧 好 小事 秦女士我希望今天的事情 不會再有第二次 小事你在說什麼我不明白啊 我說過唯一的膽子行 希望你以後不要再見他 盛世 余唯一 阿尊小事太過分了 都怪余唯一也不知道給盛世灌了什麼米魂湯 搞得小事都不聽話 好都聽你的 您好戴夫人我是起司 有事嗎 無意間聽到您打電話 是盛世和裕唯一給您難看了 盛世是我的師哥 裕唯一就是個上不了檯面的病秧子 他配不上師哥的家事 大夫人我想做您您正言順的晚輩 孝順您 而且我跟裕唯一可不一樣 過兩天就是盛太的慶功宴 你跟我一起去 大夫人 大夫人您的意思是 給你做機會 去了你就知道 好的大夫人 裕唯一 這一次我一定會讓你好看 裕唯一 曲子不是被盛太解決了嗎 怎麼這次盛太的親母會他也來了 你懂什麼呀 曲子今天是跟琴米蘭來的 琴米蘭就是盛太的親母 對呀 聽說盛總從小的就是 被他貝貝的親母帶大的 那不得了 曲子這是搞定的婆婆 擺免了小商業 你一會兒先去那邊 等我電話 小事呀 小事呀 這些年 舒服你照顧不舒服 幹得漂亮 盛世身體不舒服 一會兒我會安排他去休息間休息 你去他房間拍兩張照片 這是 另外我不知道你進去什麼事 我是在給你機會 好的 謝謝大夫人 阿世你怎麼了 頭有點暈 我先扶女婿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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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太太 许助理刚刚在楼下找的 去小姐这么饥渴 我看于小姐这病泱泱的样子 我看是解决不了师科的需求吧 那就不劳烦曲小姐费心了 曲小姐是不认识回去的路了吗 要不要叫警察带你去 反正照片已经到手了 是你是吧 这是被下药了 阿世吃早饭了 你真不认识 车 看什么还不开车 没事 现在他不是 Heb包что的 这是老鼠 就叫个臭 什么热搜 检查您还不知道啊 就是青工业那天 您所取出的照片 找他要放下取出吗 先不用 取自胆子没那么大 查查他背后的 好不懂 那需要先把热搜撤下来吗 不用 挂着 金女士 你对往事报出的盛总 和取自的经营照怎么看 成为盛总已经结婚了 请问是取自吗 年轻人的事情吧 我实际太了解 但是我是觉得 你家取自还是挺深的 到门西边的 请许是您的意思是 希望取自能成为盛总的妻子了 可是盛总的妻子 现在不是欲为一吗 取自小姐 觉得自己超级了 盛总的现在的婚姻吗 明明是我先陪在师哥身边的 爱情里呀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没有爱情的婚姻 也不会长久的 我甚是这样不澄清 你个小字把虚拟神的男人还给他 行 要成清吗 当然 少爷 父亲晕倒了 师爷 医生 他现在怎么样 上台下停阶的毒 让他的免疫力大不下降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咱们得尽快找紧急的办法 这个毒有办法解了 以后的能力无得稳定 在社会需要我的实行中间好了 还是不研究旁人 或许太阳 哇 那个人是取得到三分之为了给取自助 洗碎的证人之中 是 花点 师哥 这都是粉丝行为不关我的事 女神是你说你和盛总是真心相爱 我只是因为喜欢你才帮你娶姐姐小三的 我老婆才不是小三 我老婆才不是小三 取姿是什么东西也配跟她拼 师哥 你没有第一时间成亲一定是对我有意思的吧 我放人 是为了让一位一吃醋 有你什么事 师哥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对我 对我不一样的 他哪只手货子 两只 你不要轻轻死我 不要了 我还要靠熟生想打动 起刺 你可嫁人都是你害的我 听见了吧 这就是做错事业付出的代价 师哥 是 啊 盛总盛总我错了我求你 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我错了 为了他在里面 放出所有黑料的全面做事 是的 问代方 你的身体怎么办 生存不有百姓 不人的病没有什么大的 只不过不人的身体被病毒气染了这么多年 比的差一些了 又离了水 所以才换你 用唯一的毒 可以进 还是我有个小事 希望不人进我的实验室 实验室 什么意思 不人的毒很伤不 还有多个感 你是说 让我们移民到实验室 上到无量级的答案 对到不人心 不人心 不人心 有没有别的地方不是 我需要医生给你 我没事 是 我这可以好了吗 是 我想吃多二糕 去 什么 所以 你想不想快点好起来 他知道我中毒了吗 你身子太差了 得好好调理一下 你昏迷这几天 温年华医生过来帮你看看 如果你去他的实验室 我会回复得快一点 温年华 那个国际知名的毒药研究家 阿世 我不想做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我想陪你 更何况 我知道这个毒是无解的 可是阿世 我会好好保养的 我该把故事送来的情景 今天晚上七点 在故事团队里面见 说你出去 吃 吃 真的 我跟你说 吃 真的不想吃 好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一直暂时都不见你 是 既然知道的话 手 是我们会回力的 我陪这口试 谁呢 跟当下来 顾清平 今天晚上 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 顾总我每年都借着我那么多诱物和资金 歌曲大呀 不做挂齿 不做挂齿 亏心事做多了 心里肮脏 就天天做慈善 顾总 顾总真会开玩笑 我跟我老婆聊八卦呢 怎么说 不做挂心事 不怕鬼敲你 说对吧 不行 顾总说的是 各位抱歉 我要上台致辞 许说你把证据交给林区了吗 放心吧 应该快到了 到现在 我们顾时药业 已经成立了六十周年 也成为了华中地区 最强的 制药领军者 如今 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想 上帝皇父 顾清平 我们有证据怀疑你跟一起谋杀有关 这是代表令 请陪我们调查 不可能 这事跟我爸没关系 北辰 没事 不要起松阻 不问你 好 那我就不所思考 原则没有 问题 工作室 没有 没关系 好 这有没有 没有 有什么 什么恩怨呀 还是他早就知道我在报仇了 你查故事是为了我吗 当然不是 少自恋 我只不过是想当一个正义的判官 而且每次看到顾清平那种伪善的样子 我就倒过一口 正好找个理由把它弄定 看不见的 心情好 我老公果然是个为国为民的大善人啊 一般一般 孙嫂刚炖了排骨汤 快尝尝 味道还不错 尝尝 我喝不下 最近刚换了药方 等我适应了药性 就能正常吃饭了 李卫叶 你是没有脾气的 不管说你什么 你都这么管 因为你对我好啊 那你说说 我在哪儿 你和我结婚 你和我结婚 我就不用嫁给那个爆发户了 是你救了我 我跟你结婚是为了藤色带尊 并不是为了救你 我来到育园 住着最好的房子 有最好的医生替我看病 都是你给的 我有的事 你还为我撤腰 替我出气 你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我为了面子 也会在外面庇护你的 余卫叶 你是在跟我找李 我 你爱上我了吗 是 我爱上你了 但是我活不了多久 所以阿世 只要你答应我 在我活着的时候 对我始终如意 我最后也毫无法度的爱你 余卫叶 你以后不准再跟我说你 我不吵架 你怎么这么听话 因为我爱你 孤卿全被顾佳保释出来 我知道了 顾是贩卖假油的证据 就在书房的抽屉里 想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好 你去公司了吗 去吧 顾总出来的挺快吗 顾总出来的挺快吗 我们顾市的家劇就是 卖良心好药 咸胡必须 怎么可能卖假药 还杀人呢 自然什么都没有 你就不需要在里加热了不是 盛太太这是 看看 顾总 这些不够了 盛太太 当年的事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是为了故事 才答应孙明堂 做大家伤天害理的事 你父母的车祸 不是我造成的 我只是提供了支换剂 都是孙明堂干的 还有你的毒 我手里还有 当年给孙明堂的成分 孙明堂 孙明堂 只要你放过我 我们故事 一定会全力研制解药 怎样 您跟盛同意呢 孙明堂 今天下午就是招待反应 你是个聪明人 不想过北城出事了吗 知道了感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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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爸 爸你怎么了 我故事 麥呆串 现在就胜利了 北朝 一定要记住 用家迷落至此 和羽为一脱不了干系 家和羽为一 永生永世 都是仇敌 北朝 你一定要从政 股市要业 让羽为一下地狱 给我们股价 赔罪 爸 爸 爸 师傅 这就是你为七七设计的青春手链啊 我取了两个名字 你我名叫黑贝 中文明就叫唯一吧 黑贝 他英国人就是盛世 哇哦 盛世唯一 戒指的成品 做好了不要受难 直接给我 你这个是要送给盛世吗 你不怕他发现你就是你啊 没关系 户七之间 本来就应该坦诚相待 你真的陷进去了 阿世 我手机是不是在你呢 唯一 唯一 你 他 阿世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倒是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你 我爸自杀了 故事也倒闭 他说 他的死后 那都是顾清平自作孽不可活 唯一的爸妈就是顾清平和孙平堂联手杀害 你以为唯一的身体为什么挣扎 都是他们两个一手放手 不可能 你救了我一夜 我不会对你怎么办 好自你知不知道 你对他们一般错了 平常的事情是曲子找人错了 上次的事情还没让他长进行 把他丢进精神病医院 他这辈子被他错了 是 没什么事的 就是身体比较羞弱 可以出院了 姐 不许 阿世 医生都说我可以出院了 再说了 今天可是七七 你难道想我们逼个七七在运动吗 那回去再让古代夫给你看看吧 好 阿世 我们回家吧 好 唯一 叶 叶 这可能就是送口的妻子 阿世 我也有 有用送给你 定制的婚纱什么时候 婚纱 婚纱 总裁 婚纱这个月底就能到 其他的婚服最迟下月初就到了 怎么不进来 阿世 我刚才听见你说婚纱 你是在准备婚礼吗 对啊 定制了几道 那一辈子就一次 夏儿做最漂亮的心 我 你 你 我 你还小吗 怎么老是哭皮子 本来做很久 对 你还小 可以哭 但以后不能过来 让每天开开心心 然后我们一起活到一百岁 好 好吧 公司還有事 請你上班了 阿世 我恐怕又是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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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體 你不聽得懂我還恐怖 我 我 那我還能在阿世多少時間 多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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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別別人騙了呀 我 我 我 你別別人騙了呀 吼 可是我剛才也許願了 下輩子我還要交給你 文明 文一文一你別嚇唬我 尚蘇張叔去醫院 文一文一文一 文一聲文一聲 ivi 上次溝鞋 實體不法 人家 是我想要陪他過一個開心的生日 這我知道我活不少了 拜託你了 沒事 有點小啊 我以為你醒了 我當然要醒啊 不然你是哪兒去找新娘子呀 對 我的新娘只能是羽羽羽 阿世 我們出院吧 忘記快到了吧 好 出院 我們結婚 孫嫂 這個是給阿世的 等我走了 你交給他吧 好可憐 好可憐 醒不見 嫂子 時間到了 下去吧 我不是嗎 我這不是還好好的嗎 今天是我和阿世結婚的日子 你可請了我們掉眼淚 高興 不願意 不願意 我愿意 于威小姐 无论生老病死 你愿意嫁给盛氏先生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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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三年多了 你还是放不下 给你安排相亲 你也不去 周家的姑娘不挺好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怎么说的 我这不都是 为了你好吗 为我好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 好把握胜菜 你说的是什么话 有了 我今天是来 跟你签合同 不是来跟你打仗 天天儿女情长 能干成什么大事 抱不下去 看好他 是 表先生这边请 好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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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知道我是誰啊 老公 你是老公 我 讓骨衛生來一趟 我就見到唯一了 他現在是失智又失意 但身體有沒有受到什麼外力的撞擊 我發現是不是有你給他吃了什麼藥 然後被你剪了什麼 沒辦法解 解的話我們可能需要很長時間 最好是能找到下藥的 好 好 知道 那什麼呢我先走了 是不是一直在吃藥 他們一直讓我吃藥 但後來我覺得太難喝了 就偷偷倒掉了 他們還抽我的血 好沉耳目 你們是誰 他們的名字叫 温年華 還有 顧北辰 我很聰明的 疼的時候我就這樣 就不疼了 可是他們還往我身上插了好多管子 說小白鼠就是用來做實驗的 死了也沒事 所以說啊 外面真的很危險 以後就留在我身邊 別亂跑了 好不好 老公 那我以後就乖乖跟著你 不亂跑了 你要幫我出氣 已經驗過DNA了 她就是夫人 去查一下三年結婚 你當天發生的什麼 還有溫年華和顧北辰 另外 訂機票 回國 我回家好不好 好 她是小姐嗎 至少給我一拿個話告 哎哎 好的 我再叫你 我再叫你 聽見沒有 他真的是小姐 就這些 三年前的事情 有人在故意遮掩 根本就查不到 我懷疑是 對不行 你 总裁 顾北成来的 让他进来吧 让他进来吧 郑总 听说 我家小朋友在你这里 我家 你还真不怕死 他脑子不大哈 还希望顾总能让我把他带回去 你脑子才不好 三年前 我不知道温年华是怎么带走 但现在既然我找到了 就不会让你再伤害他 我没有伤害 我只是 只是让他去给温年华的实验室当小白手是吗 我也是为了帮他解读 才答应跟温年华合作 三年前 你和维依的那场婚礼 我愿意 子鱼 如果当时不是你父亲帮忙 我们也不会轻易地把维依调报 解药的配方 我会想办法给你 保护好给你 我说师哥 嫂子不是还活着吗 又喝闷酒 今天差点跟维依擦香走火 那怎么没继续啊 现在还是个孩子 哦 师哥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师哥 嫂子 这种情况 没办法了吗 顾北成说 他会拿结婚 顾北成 他可信吗 当时可是他把嫂子带走的 算是谢谢你 我 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失言了 我说我要陪你到一百岁的 我爷 你记起来吧 他 我一说 他怎样 是个贵宽吗 可能是熟悉的环境刺激到了他 但是他心里的毒还是需要 我一直没有解药 我一定就一直不能问我 目前看来是这样 圣夫人体内的毒也是需要有解药的 不妨多让她看看熟悉的东西 或者熟悉的地方 这样对她的记忆有帮助 谢谢 好的 下次 圣氏先生 无论生老病死 你愿意举余威小姐 我愿意 余威小姐 无论生老病死 你愿意嫁给圣氏先生 我愿意 怎么了 睡了一年 我没有醒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带她走 带她走 如果你想让她死 现在就带她 你什么意思 她必须继续在我的实验室 继续合理 原来我没死呀 少爷 代工馆那边送来请点 这个月月底 戴尊和秦木兰的结婚纪念日 要组办一会 许多有些事 组的结婚 就是 组的这个老是 老是 发现很相纯是 于你 老是 为了 us 闻 um 他们 你 咱这 acaba 同僧都很高興 聽說少總好朋友找回了大夫人 只是科手巨頭 然後他做了三天實驗失智了 是說是現在就像一個五六歲的小 孩子一樣 看來這五六歲的小孩子也不待見他 唯一呀 好久不見 三年不見 漂亮了不少嗎 呃 呀 唯一你怎麼了 不舒服嗎 唯一你居然敢打我 這位阿姨 你還是不要再說話了 你一說話就想吐 我打你只是想你閉嘴 真是我好難受 我也救救我 一會醫生就來了 讓醫生給你看 你 女兒 語唯一傻了還給我做隊伍 這是百味性網速 昌太太喝了这个口气 可以缓解一下 昌太太是吃的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是吃的 我听到她说话 就难受 想吐 喂 医 三年了 你这病还没有健好啊 要不然 我给你介绍几个 我认识的医生 吃了药也不管用 我听到她说还是长痛 怎么办医生伯父 对不起 老公 我不是故意的 早知道我就应该待在家里 要不我把耳朵堵住 这样就听不见了 不是你的错 大夫人也不生气吗 我不是故意的 你 小诗 有点生意上的事 想跟你说说 我们能出去谈的吗 我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 让我去助理给您帮我 好 女助理 看好威夷 如果请了安排为她 不要收拾 是 帅夫人 晚上好呀 威夷 对不起 我 gid 我看你这反胃 是假 宝兔是假的吧 是故意让我下不来谈 你现在实质 盛世是不会跟你说什么的吧 你为什么要给我拿看 看你不顺眼呗 一见到你 就有问题 过你呢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也不用招温柔 此爱找背那一套了 你再有五十了吧 本来都不年轻 这气啊 叫老爹的经理 能变老 毕竟这早甘胜味 比较是变老 再说是不生气的 你 把于小姐一个人放到宴会厅 你也倒是挺放心 我敢把他带来 就敢把他放到任何一个店 圈内的人士都知道 温年华拿于小姐 做了三年的事业 而我 就是温年华的背后的老板 你公然带他来到宴会 无非是对我宣战 你和你母亲倒是有点像 为了自己爱的人 能付出一切 你也陪提我母亲 先生 婚人不见 你做了些什么 十分钟后 有人会给秦木兰注射 加速人体器官衰减 同样 十分钟后 洛科的秘密将会公致不重 你选择 正是 不过秦木兰器官帅姐也挺好 这样就可以成为科洛的研究对象 说是 啊是我要去买乃兮 许初恋 后边停一下 可以借有点钱吗 以后一定百倍偿还 谢谢谢谢 我叫圣明月 她醒了 再等等 等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再注射 准备注射器 夫人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跟御尾仪一样 习惯衰竭 还有多长时间 好好休息 把师父药 大约一到两年 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我 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我 你不是救了御尾仪吗 我命着你 你必须要救我 不然 解药还需最后一遍 是什么 你唯一的血 你干什么 让戴森对你下死场 宴会那天 我在戴家公馆 发现了密室 然后我就进去看了看 发现里面有一个女人 我去撬开门 把她放了 女人 是她吗 对 是她 这是谁啊 这是我妈 可是 伯母不是已经 那只是戴森的一面之词 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妈的尸体 可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戴森 有什么把柄在伯母手上 或许吧 好好养着吧 我派人去盯着代工馆附件 好 这是阿世吗 对 这是少爷小时候 少爷小时候很乖的 这是少爷母亲 可惜走得早啊 我见过这个人 我见过这个人 什么时候见到的 就是才在央会的那一天 他跟我借钱 我看他长得漂亮 就把钱都给他了 我还要下家去找他了呢 这些师父都赶紧告诉少爷 少爷 大学姐找到了 是少夫人找到的 对 少夫人让人把大学姐接到米团了 是少爷 嗯 温柔還是個女卓皇 你不開始用水 注意眾人一下一定放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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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什麼 哼 把古醫生叫過來 這 古醫生您看看這事情要嗎 是沒錯 這是主要的方子 徐助理 你跟古醫生去配藥 記住 千萬不能經別人傻 呃 等一下 但凡是方子都留藥影子 但是這個方子裡面沒有 嗯 沒有藥影子 會 藥效可能會減弱一點 但是沒有別的東西 先試試吧 行 被 賢 你在哪裡 真的 怎麼再搭上去 他搭上去 有嗎 對 我戴上去 好嗎 我會 非 很多人 阿世 你妈妈在米兰休养 有夏夏陪着 你想不想把她接回来呀 那也是你妈妈 我们一起接她回来 我好想你啊 再也不会把你都丢了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郭医生 唯一的身体 夫人体内的毒已经清了 不是说差药饮吗 可能这个药饮跟夫人本身有关系 现在夫人你身体已经好 甚至不用担心 那我先告辞 报告夫人 在米兰发现圣灭的踪迹 他已经被圣市携走 什么 圣灭还没有死 阿尊呢 把他够叫来 我这就去 什么事这么着急叫我 阿尊 圣明月当年在产房圣灭没有死 你是不是把他藏起来了 哎 你生病了 别想那么多 过两天我带你 他是在圣市身边 你是不是要把他从圣市身边带过来 别多想 温年华已经死了 我找人替你看病 你老是休息吧 莫名月 你必须死 你必须死 生叔开车去了我们等等他 妈 妈 你往那边跑 记得藏好了 不要出事啊 快快 是秦木兰派来的吧 我是顺氏的妻子 我跟你说 你不想要我 少爷少爷少爷能被人绑架了 小师最近还好吗 走吧 玉为一在我手里 想救他吗 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哈哈哈 那声明月来换 我说我 那你只能看到一位一的实体 喂 喂 我看秦木兰的小孩 小四 秦木兰要找的是我 要我去换围仪 然后再把我被秦木兰绑架的事 告诉带尊 带尊囚禁我这么多年 一定不会轻易让秦木兰对付我的 就快 让我去 让胜民乐乐自己过来 让威仪过来 过来 过来 好 綁著 當年就慘了 你那個 今天 不是落在了我的手上 秦木蘭 既然你下不去手 那不就我來幫忙 等等 我跟你說過 這一輩子我都會跟你在一起的 你騙子 你就是大騙子 你明明說聖明月已經死了 那是不是要把他藏 你把刀放下我們好好說 你就算把他殺了 聖師能放過你嗎 我不想 但是 我 終於可以保護你了 對不起 我以為把你藏起來 就會沒事 消失了 對不起 我又保護好你們 戴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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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裁 這是戴尊助理送過來的文件 戴尊這是什麼意思 財產留給了夫人 人脈又留給了名 他這是在利用 他把人脈留給我 全都是因為我媽 只有有了這些人脈 我才能更強大 才能保護我 他利用了所有人 除了我媽 我去上醫院 你把這個帶到醫院 讓生疏放下 好 昨天去上班逛得怎麼樣 看我還行 結果傻也沒買 媽 你感覺怎麼樣 你是戴尊的兒子 沒眼相似 我覺得媽是因為看到了你 就想起了戴尊 媽 想不想去國外散人心 是啊媽 這幾年國內外病患很大 說不定追散人心 就能忘了那些刀心的事情了 去米蘭吧 上次我跑跑的時候 是唯一帶我去了米蘭 我想再回去好好看看 走的時候 然後去看看戴尊 唯一 你們倆出去吧 我想一個月待會 這是我第一次來判你 這是我第一次來判你 也是最後一次來判你 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認識你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 我不要認識你 你留的那些財產我一生都不會要 我生前 你纏了我一生 隨便一件事 都會讓我食欲不頓 所以 死後你就不要再來噁心我了 少比悠悠 我要殺了你 少比悠悠 我要殺了你 我要殺了你 少比悠悠 啊 媽 到了國外一定要經常跟我們打電話 不然會阿師會擔心你的 嗯好 對不起小事 這些年我一直沒有照顧過你 反過來你還得照顧我 好 我要走了 會給你們打電話 阿師 你不要怨嗎 媽媽我不喜歡你 他可能只是還沒有從袋森的音裡走出來 我知道 我沒怨 只是心疼 認識了戴孫 被寫進了二十年 是啊 所以我們要對媽再好一點 什麼 媽住院的時候 你去查一下 阿師 我懷孕了啊 謝謝 太性格 我 搖上 你有 人 那 失誤 過 真心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